小朋友 做好了 我們來講這一本 怕鬼的熊哥哥 熊哥哥為什麼那麼怕鬼呢 我們來看看他發生什麼事情 熊哥哥很會逗大家開心 生裡面的小動物都很喜歡他 他們常常圍繞在熊哥哥身邊 聽他說笑話 看他變把戲 有一天熊哥哥拿出一罐汽水來 來來來看我變魔術 就看我變出噴泉來 說完熊哥哥就把汽水罐搖一搖 再拉開拉緩 泡泡馬上就噴出來 噴得半天高 真的很像噴泉 大家都高興的不得了 又叫又跳的歡呼起來 熊哥哥很得意的說 我們家買了一台電視機 這些都是我在電視上學來的 沒錯熊哥哥不但在電視上學 來很多把戲 還學會很多笑話 他喜歡把沙發拉到電視前面 然後像一顆胖馬鈴薯一樣 把自己種在沙發裡 盯著電視動也不動 很認真的學習 熊媽媽提醒他不要靠電視太盡 熊哥哥總是說什麼 好好好 可是頭也不回 座位往後有一公分 然後又繼續看電視 熊哥哥不但愛看電視 也愛盯著電腦玩遊戲 熊媽媽說每次玩電腦 不可以超過三十分鐘 但是熊哥哥總是一連玩 好幾次的三十分鐘 直到媽媽真的發脾氣了 他才離開電腦 可是只要媽媽一出門 他又流到電腦前面了 請問你又選小朋友 你會這樣子嗎 不會喔 總而言之呢 熊哥哥就像大部分小孩一樣 天天跟大人鬥志 玩官兵桌搶到的遊戲喔 嘿嘿 大人當然玩不過小孩啊 可是最近幾個星期熊哥哥變喔 他看起來心情很不好耶 而且很不好 生理的小動物來找他 要看他變模式 他都搖搖頭說下次了 那麼說個笑話給大家聽聽好不好啊 他也搖搖頭說下次了 熊哥哥怎麼了 熊哥哥說的信心不太好以外呢 膽子也變小了喔 以前熊哥哥睡覺呢 不但不肯蓋棉被 還會囊著要吹冷氣喔 現在他一上船呢 就用棉被呢 將自己包得緊緊的 連頭呢 都搬在裡面喔 熊哥哥的煩惱到底是什麼呢 熊媽媽很擔心喔 以前他從早到晚盯著熊哥哥看 希望可以找出原因喔 熊媽媽發現熊哥哥以前很喜歡摸黑玩周明朝 現在呢 卻變得很怕黑喔 太陽還沒下山呢 熊哥哥呢 就將家裡的電燈都打開 媽媽呢 把電燈一盞一盞的關掉 我們應該要節約能源 等天黑再開燈啊 可是熊哥哥沒有說話 只是跟在媽媽後面 把電燈呢 一盞一盞的又打開囉 媽媽也發現熊哥哥 最近老是一生一貴 有一次呢 熊哥哥對著窗外緊張的大喊 誰在裡面 誰在那裡 是不是小偷 熊媽媽探頭看 發現根本就沒有人啊 只有一朵黃色小花在風中 輕輕的咬著 媽媽就說 只是一朵花啦 熊哥哥才鬆了一口氣說 是喔 星期六早上呢 熊媽媽決定跟熊哥哥好好談一談 她先準備了好吃的早餐 讓熊哥哥跟熊小弟一起在花園吃早餐 熊小弟很快就吃完跑掉了 因為她的食量很小 熊媽媽常說熊小弟比較像猴子 熊媽媽呢 到廚房裡去拿甜點 這時候呢 野餐桌上只剩下熊哥哥了 突然呢 熊哥哥放下餐具 朝著門口大喊 誰在那裡 沒有人啊 她媽媽連麻從廚房走來喔 陪熊哥哥走到門邊 門邊沒有人啊 只有兩柳子在微風中 黃緩地搖動 熊哥哥靠近看著仔細 鼻子差一點碰到柳條上的小蜻蜓 熊媽媽接著呢 熊媽媽摟著熊哥哥的肩膀走回餐桌 問他說 你到底怎麼了 熊哥哥呢 低下頭把最愛吃的總會三明治 與巧克力牛奶放在一邊 媽媽 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 熊哥哥問呢 他媽媽就回答 當然有啊 而且有好多喔 熊哥哥驚恐瞪大眼睛 真的嗎 鬼在哪裡會要看 熊小弟呢 突然跑出來抽人喔 媽媽就笑著回答 像你就是貪吃鬼啊 弟弟就是頑皮鬼啊 愛喝酒的豬婆婆是酒鬼 至於隔壁的猴子哥哥他是淘氣鬼 熊哥哥呢顯得很沮喪 不要開玩笑啦 我是認真的 熊哥哥終於呢說出心裡的秘密喔 我是真的遇到鬼了 熊小弟連忙呢躲到媽媽的後面 真的嗎 你不要嚇我 是真的啦 我沒有嚇你熊哥哥說 上星期一傍晚呢 我和一群朋友在森林裡面玩耍 時間已經很晚了 大家都想回家 我不想那麼早回家 所以一個人留下來 想到森林的那一頭去探險喔 媽媽呢聽得很害怕喔 天啊很少有人到森林的另一邊耶 你這樣子很危險 看到媽媽這樣擔心熊哥哥低下頭 很不好意思喔 小真的說 我走啊走的 天色越來越暗 後來我發現自己迷路了 媽媽幾乎要哭了耶 你迷路了 怎麼不告訴我我去救你 熊小弟就提醒媽媽 媽啊 哥哥如果能告訴你 就不算迷路了啊 熊哥哥繼續說 就在這個時候 我看到 遠遠的地方好像有人 我想上前問路 沒想到竟然看到可怕的乖東西 好可怕喔 熊小弟笑著全身發抖 卻把耳朵束得高高 想要聽得更仔細 熊媽媽就生氣了 你不要胡說八道喔 熊哥哥一邊哭一邊說 我說的是真的啦 沒有騙人 我看到一個白臉蛋的鬼 底下沒有腳 就這樣飄來飄去喔 我想要看仔細 沒想到那個鬼 竟然吼叫了起來 紅紅的大嘴巴沾滿了鮮血 好像才剛剛吞下一隻大象 聽到這裡熊小弟就哭了起來喔 熊媽媽的眼睛下了張大的嘴 熊哥哥戳戳戳戳戳的 我就尖叫了起來啊 熊小弟也忍不住 烏住耳朵尖叫起來 熊哥哥繼續說 沒想到所有的妖怪全出動了 我聽到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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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的鬼叫聲 開機頭來看見細長的鬼 劈頭散髮 劈頭散髮的鬼 胖的鬼 醜的鬼 全都跑出來了 這下子連熊媽媽都尖叫起來啊 這樣子 熊哥哥說呢 我嚇得腿都亂了走不動 只好用滾的一路滾回家 熊小弟說 我知道我知道 這樣心情呢 你全身髒兮兮的回來 他都自己跌倒了 其實是碰到鬼了 熊媽媽聽了呢 又心疼又害怕喔 你知道有沒有碰到鬼 蛤 有嗎 因為你都沒有自己跟回來 都跟著媽媽或姐姐回來 好可怕喔 熊哥哥跟熊小弟哭又不停喔 媽媽就說 別害怕 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鬼 你們兩個待在家裡 媽媽去把事情問清楚 很快就回來喔 說完呢 熊媽媽就出門囉 中午呢 熊媽媽回到家 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啦 熊媽媽呢 將胖胖的屁股呢 塞進了沙發 喘了一口氣喔 上星期一是教師節 學校放假一天 母老虎老師難得放假喔 想去森林做森林浴 所以帶著點心呢 就到森林裡面去了 沒有想到他睡著了 等他醒來發生天色一晚 於是沖沖媽媽的收拾東西 想要趕回家去遇到了你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媽媽呢 鬆了一口氣 一口氣把他說完 喔對阿 母老虎老師的臉是黃色跟黑色 我看到的臉是白色的 而且我看到的鬼沒有腳 熊哥哥感到疑惑喔 沒錯阿 因為當時母老虎老師 帶著面膜睡覺 醒來後忘記拿下來啦 他看到你之後 也被你嚇了一跳 他說他還大叫了一聲 至於沒有腳 那是因為他穿了黑色的長裙 天色暗了 所以你看不清楚阿 不過你看到的東西 跟真相也差太多了吧 媽媽一邊回答呢 一邊疑惑的看著熊哥哥喔 熊哥哥雖然鬆了一口氣 還是半信半疑的 可是後來還有很多鬼阿 而且還有鬼叫阿 我問過森林裡面的動物了啦 他們說那天傍晚呢 突然聽到兩聲恐怖的吼叫 整個森林裡的鳥族都嚇壞了 他們就像聽到鞭炮聲一樣 躁動起來 全都跟著大叫喔 就這樣 三鳥 蝙蝠 蝙蝠 都嘰嘰嘰嘰嘰嘰嘰咕咕咕的亂叫 你聽到的就是大家的叫聲 熊媽媽講 那還有那些奇奇怪怪的鬼呢 那一定不是小鳥啦 熊哥哥還是不服氣喔 他媽媽說別鬧了啦 我到森林裡看過了 那裡只有長長的竹子壯壯的龍樹 怪怪的山樹跟歪歪的柏樹 我想你看到的就是他們 只是我不懂 就算天黑也不至於 連樹都看不清楚吧 熊媽媽呢盯著熊哥哥 心裡好像想起什麼 熊哥哥怎麼了 死掉了 死掉了 怎麼死掉了 刮掉了 看 熊哥哥怎麼了 刮了 好好講喔 熊哥哥怎麼了 熊哥哥放棄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回答 跟你一樣了啦 熊媽媽呢牽著兩個小孩的手說 事情並沒有結束喔 擔心的不是鬼 是另一件更恐怖的事情 走 跟我到梅花路先生家裡一趟 熊媽媽很擔心的說喔 梅花路先生呢 是眼科醫生 他們呢 都叫病人站在三公尺外 看他身上的斑點 如果看不清楚 就代表這個人近視了啦 熊哥哥呢 也被叫去看斑點 果然熊哥哥近視了 李佑雪 愛護眼睛 沒錯熊哥哥近視了 從他老師看不清楚 正邊的人是誰 他就知道了 從他瞇瞇 從他瞇起眼睛 才能看見黑板 他就知道了 但是熊哥哥不敢說 因為從頭到尾 大家都告訴他 不可以離電視太近 我沒有啊 玩電腦要休息 不可以趴著寫字 我沒有趴著寫字 不可以躺著看書 但是熊哥哥每樣都做了 所以他近視了 但是沒有勇氣說 最後呢 美花路醫生開廚房 熊哥哥呢 必須控制看電視的時間 玩電腦超過三十分鐘 就要休息 要改善看書的姿勢 而且要注意燈光 另外呢 還要常常看遠方 跟綠色的樹跟山 最後呢 熊哥哥還要做眼睛提倉 好 美花路醫生說呢 眼睛提倉是 東方民族流傳的遺書 至於是哪一個民族呢 他不記得了 只知道呢 好像跟龍有光喔 那是我們嗎 跟龍有光 西方人以為呢 一近視就沒辦法改善 東方人卻知道 很多古老的方法 可以改善近視喔 如果按摩缺道 按摩缺道跟眼睛提倉 他要熊哥哥按摩眼睛的四周 跟鼻子兩端 每天早上做一遍 晚上再做一遍 聽到有沒有 眼睛周圍這樣按一按 按一按 這邊都有缺道 好不好 用按輕輕的壓 熊哥哥呢 終於願意乖乖的配合了喔 他希望以後還可以看到 可以用自己美麗的小眼睛 仔細的看一看這個世界 當然最重要的 他不想要再看到鬼了啦 好啦故事說完了 怕鬼的熊哥哥 原來他的近視 謝謝